我以半仙的名义参加了一场综艺 综艺邪门得很 一天死一个 中途还出现了人形奇美啦 如果能重来 他就算给我一个亿 我都不参加了呀 一 我能接到综艺节目的邀请 实属意外 作为一个靠直播出道的半仙 我一直守着自己的直播间 转个盆满钵满 忽然有一天 有个节目组找上门来 说是要办一个野外求生的综艺 为了不让嘉宾饿死 专门请我这个半仙去勘测风水 理由十分牵强 我怀疑对方是个骗子 但是没有证据 等着揭露对方骗局的想法 我打算和他们眼上一眼 也算是积累以后直播的素材 商定价钱的时候 节目组让我说个数 我伸出了四个手指头 四千万 好说好说 负责人喜气洋洋地表示 要去准备合同 我却直接愣在了哪里 他给我的价钱 比我预计的价钱 还要多一个零啊 而且合同刚签好 第一笔预付款就已经到账了 这是个什么骗局 这么大方 等到了拍摄现场 我才知道 说起我和运恒 也算是认识 自从直播走红之后 我也大大小小 受邀了几个活动 或许是因为咖位太小 所以受邀是受邀了 但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 别的明星和主播一到场 立马接受各种欢呼 被拥着走过红毯 我没有助理 人小示威 生生在会场大门口 等了两个多小时 还没有等到入场机会 最后是运恒带我进的会场 我这个人知恩必报 当场我就给运恒算了一挂 今天的现场 运恒有个大节 我要保他 果然 在运恒作为嘉宾颁奖的时候 舞台上的大型聚光灯 忽然晃动了一下 别人都在震惊的时候 我却如同离弦的剑 一下子冲了出去 运恒被我撞倒 运恒站着的位置 出现一个直径两米的大坑 而这次节目组找到我 便是拖他的福 我点头表示不用客气 反手又是一挂 这挂算完 我眉头舒展 好人有好报 运恒红的时间 长着呢 节目很快开始录制 运恒这样的大明星 自然是不会和我这小博主 待在一起 所以在采访的时候 我一个人缩在角落 出于职业习惯 我下意识地打量着众人 一共八位嘉宾 一个运动员 一个舞蹈演员 一个歌手 一个演员 一对知名亲子 我 还有一个迟到的人 这次的野外求生拍摄地点 设在了一个荒废的小岛之上 小岛的四处都被安装了摄像头 为了保证拍下每一个人的真实情况 摄像头的位置并没有被告知 而且确认开机之后 工作人员都会离岛 但也不会离太远 毕竟节目组要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 这是一个很冒险的综艺 也正因为如此 节目的噱头很足 刚开机 就有上百万的人在线观看 为期十五天 咬咬牙就过去了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就在导演快把所有事情安顿妥当的时候 门外又跑过一个人来 看到那人的一瞬间 一去国粹脱口而出 成为半仙有段时间了 见过人也不算少 但是像眼前这位一样 拥有着滔天的运势 我还是第一次见 五五 下巴脱落 口水混着血水 呼了一脸 最可怖的还是运横的双眼 黑洞洞的 眼球和眼瞼同时消失了 和运横一组的舞蹈演员 受了很大的惊吓 坐在一旁抖落筛糠 他明明 他明明只是脚滑了一下 摔在地上 就这样了 我站在一旁 同样脸色惨白 我是个半仙没错 但是我补的挂 从来没有错过 运横最少还有五十年的阳寿 就算做了什么坏事折寿 也不该是这样就死去了呀 我盯着运横 让我的眼睛盖住了 害怕就不要看了 有我在呢 说话的人是启元 昨天那个迟到的人 启元是团宗出道 一个不起眼的前男团成员之一 据说是C位出道 但是看昨天嘉宾们的反应 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正因为这样 今天组队外出寻找食物的时候 没有人和启元一起 同样的 也没有人和我一起 毕竟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装神弄鬼的人 古怪的很 能躲则躲 至于运横 或许是节目组 给运横安排了炒作 道士的亡命综艺V22CP 直接就选了嘉宾里 最漂亮的舞蹈演员 不得不说 俊男美女的组合 确实看了赏心悦目 悦目之后 我和启元组了队 跟了我 你绝对不会吃亏 启元和我组队成功的时候 这样和我说道 那是自然 你红运滔天 就算放个屁 都能绷到一个贵人 我和启元出发了 一路上简直顺利到极致 还没走半个小时 就找到了一箩筐的食物 新鲜至极 正当我打算满载而归的时候 启元忽然拿出手机来看着什么 开拍之前 节目组将我们的通信设备都上收了 这也是合同里面要求的内容 启元这样正大光明的 违反节目规定 不怕违约金吗 还没等我的疑惑说出口 启元脸上扬起了激动的微笑 悠悠你看到了吗 直播间的人在讨论我了呀 我终于被人看见了 看着启元脸上的惊喜 我想说的话 忽然有点说不出口了 那挺好啊 对了 运横的直播间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就是随口一问 纯纯就是好奇 俊男美女组合如何发展 可是启元的脸色 却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 我拿手机的事 你不能说出去 语气中的警告 让人不寒而栗 就像现在 启元捂着我的眼睛 我却没有觉得心里踏实 所有人的通信设备都被收走了 运横死了 却没有人能和外界联系 启元的手势保护 也是警告 毕竟违约金的金额 高到让人咋舌 三 运横死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说岛上都是摄像头 节目组看到之后 应该会立马派人来 可是我们一群人 熬了一个深夜 都没有等到节目组的救援人员 我出去找个路吧 运动员小李说道 小李是铁人三项运动员 无论是体力还是耐力 都超乎寻常 我们这座岛四处还水 像是孤岛一样 想要出去 只有划船或者游泳 船自然没有现成的 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游出去 节目组应该就在小岛的附近 我找一条水流平缓的流域 游出去找人来 我们就都得救了 小李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满是阳光的微笑 这微笑让人感到安心 那你就去吧 剩下的人我来保护 启元看着小李 一副合作的模样 小李激动地握住启元的手 重重地拍了拍启元的肩膀 启元顿时变了脸色 仿佛疼痛至极 小李连忙道歉 启元脸上流着冷汗 说没事 昨天我几乎一直和启元待在一起 他的肩膀绳瘦受了伤 目送小李离开后 启元带着我们 找到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至于蕴横的尸体 我们用大的树叶包裹起来 放在了阴凉通风的地方 小李离开后 剩下的人状况都不太好 舞蹈演员秦时 昨天被吓破了胆 到现在东目无焦距 知名亲子肖妈妈和萌娃肖哥 在昨天知道蕴横除了事后 就一直在人外避兆 肖妈妈怕给肖哥造成心理阴影 除了肖哥和启元外 最后一个男士才天 好像也受了什么刺激 启元走到哪儿 也就是因为这些 起源成为了众人的主心骨 好在昨天我们找到了足够多的食物 今天不用为食物发愁 每个人都在看着外面 期待着救兵的降临 我想补一挂 但是想起运航的事情也就作罢 外面的海风呼呼地吹着 海浪声不断在远处响起 本应该是最催眠的声音 现在听着却让人感到绝望和恐惧 真是这一片汪洋大海 成为了我们求生最大的阻碍 时间过得很慢 下午的时候 肖妈妈带着肖哥照顾秦时 剩余的人去了小李出发的地方 若是事情顺利 他应该要原路返回了 我们一群人站在海边瞭望 空无一物的大海让人心里发慌 看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过来了呀 蔡天的声音听着刺耳 却让我们精神一震 但是仔细看去 那东西好像一动不动 只是顺着海浪在上下翻滚 就在那东西越来越近的时候 蔡天忽然尖叫一声 直接跳在了起源身上 好像一只树带熊一样 我有点近视 因为没戴眼镜 是最后一个看清来的是什么东西的人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从衣服上来看 这人应该是小李 可是小李的头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硕大的乌贼 乌贼的脚还在向四处滑动 似乎想要找到下一个落脚点 可是小李的身子太沉了 乌贼哪儿也去不了 起源大着胆子 上去将小李翻了个面 我看见了直接呕了出来 小李的身下是密密麻麻的吸盘 你见过活着的章鱼的吸盘吗 硬硬小小 中间满是锯齿一样 参差不起的牙齿 小吸盘们不断开合 只要贴着就立马吸住 像是要硬生生咬下一块肉来 小李的身上就全是这种东西 是因为由于无法移动 所以将小李同化了吗 这个倒周围的生物一变了吗 还是起源最为冷静 安抚了蔡天之后 一个飞身上去 用匕首刺穿了乌贼的脑袋 墨一样的粘液喷洒出来 见得起源浑身都是 起源胡乱的擦了把脸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知道是在安慰我们 还是在安慰自己 四 我们好像与世隔绝了 不是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就是被一个强大的结界包裹住了 我自诩半仙 肯定是有点超乎人类认知的本事在身上 可正是因为这样 此时的我遍体深寒 我无数次的尝试和背后的大神联系 可是怎么都联系不上 之前的瞬间传送没有就算了 连补卦都没有章法 这个倒就算是大神 也来不了了吗 脑袋里又回想起大神之前和我说的话 悠悠 你尽管放手茶吧 一觉不对 我立马出现 这回你可坑惨我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吵闹声 探头一瞧 正是所有人中剩下的两个成年男士 他们好像正在拉扯着什么 就算是迟钝如我 也意识到了 蔡天对于起源的不正常之处 蔡天这人真实的样子 和荧幕上的样子 有很大的出入 荧幕上的蔡天是个铁血硬汉 唱的歌大多是气势恢弘的一类 给人的感觉也是刚正不阿 可是真正相处下来 你就会发现 蔡天胆小怕事 做事优柔寡断 偏偏偶尔的眼神 还透露出一股音很毒辣 最重要的是 蔡天的取向好像不太正常 刚开始小李离开的时候 蔡天便和起源在一起 我以为是怕在保护我们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危险 两个人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可是慢慢我发现 蔡天看着起源的眼神并不单纯 你到底在躲什么 我对你的喜欢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不远处的蔡天和起源 开始拉扯吼叫起来 我通灵找的这僻静角落 却不想成了吃瓜最佳角度 现在运横死了 小李也死了 就剩下我们两个男人 不是应该更加珍惜彼此了吗 你之前出道的视频我看过 唱跳都很不错 错就错在没有伯乐 现在我做你的伯乐不好吗 起源的手紧握成拳 但是不知道在顾忌着什么 迟迟没有挥拳出去 难道直播还在继续 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哼 这个节目的顶流运横死了 运动猩猩死了 谁会出头自然不用我多说 你现在从了我 我将来必定会扶持你 你要是还在这里死扛 等我们出去 我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起源听到这摇邪作和感想我不知道 我作为吃瓜群众只觉得几倍发凉 所有人都知道会娱乐圈来钱快 可是谁又知道 这背后的弯弯绕绕是多么的龌龊恶心 但正如蔡天分析的那样 现在的局势 蔡天是最大的受益者 难道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蔡天故意为之 那时蔡天在其中 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脚吗 在秦时的讲述中 那天和运横一起完成任务的路上 确实碰到过蔡天 昨天小李出发 蔡天中途也和大家分开过 这一切都是蔡天的阴谋吗 他是利用了什么 才做到这种违背天理的事情呢 五 知道蔡天的龌龊举动 我有意无意拉开着 启元和蔡天的距离 蔡天碍于面子 也不好再明目张胆地靠近启元 他们终归还是存了能出去的心思 只有我知道 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大神都进不来的独立空间里 注定是一场阴谋 无论这场阴谋的目的是献祭 还是其他 我们这一群人的最终结果 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所有人都坐在之前找的避难山洞里 一个个都沉默着 我坐在最角落的地方 打量着众人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不是就在我们之中呢 意外死去的运衡和小李自然不算数 剩下的人有舞蹈演员秦石 知名亲子肖妈妈和萌娃肖哥 歌手蔡天 演员启元和我 秦石自从运衡死后 就一直疯疯癫癫 我开天眼看了他的三魂七魄 很奇怪 人有三魂七魄 魂魄之间互相联系又彼此独立 但是秦石的魂魄混乱一片 根本看不出原本魂魄的样子 如此模样的魂魄 闻所未闻 自打来了这个节目组之后 我的那半瓶子晃荡的本事 完全失了笑 萧妈妈警惕性很高 不论发生什么 都挡在萧哥的前面 不过萧哥最近有点奇怪 刚开始来的时候礼貌有加 最几天却十分暴躁 好几次我们坐在一起 萧哥因为太闹了 被萧妈妈单独带了出去 哪怕是成年人都承受不住 这几二连三的变故 萧哥才五岁 肯定更难熬吧 可以看得出来 萧妈妈很后悔 带着萧哥来这个节目 至于启元 按照之前听到的经历来讲 启元一直在努力出名的路上奋进 可是结合之前 蔡天对启元的威胁也能看出 启元想要出名 困难重重 而且不是人力物力到位 很难组织起这一切 如此说来 有最大嫌疑的就是蔡天了 所有事故发生后 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他也有足够的影响力 组织我们一群人 开始着献祭一样的综艺 想到这里 我又意识到一个问题 自从节目录制开始 你们有人发现 或者找到过摄像头吗 众人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脸色一变 整个岛上 确实没有看到过 任何摄像的东西 其实在最开始运行丧命 我就特意找过 没有摄像头 没有电缆 整个岛好像是原生态的一样 可是直播却确确实实在进行 毕竟我从启元手机上看到过 对了 手机 我的目光看向启元 却发现启元一直在看着我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好像看见了无尽的深渊 启元的双眼 早就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 宛如一对黑洞 只要一眼 就让人心跳停止 呼吸乏力 整个人的意识和肢体都区分开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拉着我 不对 也似乎是在推着我 我不受控制 没有方向 没有终点 整个人似乎要被搓成一团 又好像要被撕成碎片 悠悠 你怎么了 肖妈妈忽然叫我 因为肖妈妈的声音 难以形容的感觉忽然消失 我坐在那里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在看启元的时候 却发现她的毛子普通至极 是我的幻觉吗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秦石死了 是在上岛第三天 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因为最近发生的事 感觉烦闷 原本在角落里的秦石 忽然笑了起来 惊悚刺耳的笑声 好像是一把利剑 直直划破了所有在场人的耳朵 秦石的手脚不断在空中挥舞 嘴里也像是在泥南什么一样 不能直视 不能触碰 不能 古怪的腔调让人不敢去听 就在用手将耳朵捂上的时候 秦石的舞蹈如同魔咒 将我们定在原地 这是一支超出人类身体极限的舞蹈 很难形容这动作像什么 秦石在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站起身来将避难所的出口堵住 伴随着明灭的火光 巨大的影子 在墙上投射出扭曲的形状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秦石的四肢之间 好像粘着无数的粘液 不 不是粘着 而是从它的毛孔中 正在喷射出无数细长绵密的丝 只一会儿功夫 秦石就好像一只正在吐丝的残 细密的细线 将它包裹成难以形容的模样 我觉得胃力翻滚 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上 蔡天再次尖叫起来 最后出手的 还是启元 现在的启元 就如同我们的就是主一般 如果直播还在继续 那启元的冷静和迅速 一定能吸粉无数 意识到这点的时候 我将目光投向了启元 火光下的启元 身形似乎比平常还要高大一些 肩膀宽厚到了一个近乎 超出场里的地步 启元处理了秦石之后 秦石整个人都扭曲起来 喉咙里不断发出呵呵的声音 恐怖至极 或许是害怕我们看到秦石的样子 启元背对着我们 试图将秦石拖出避难所 就在这个时候 肖哥挣脱了肖妈妈的束缚 站在地上指着启元大声叫道 眼睛 哥哥身上都是眼睛 眼睛吗 肖妈妈条件反射一样 将肖哥抱了回去 小孩胡说 小孩胡说 肖哥今年五岁 正是天眼上位闭合的时候 难道肖哥最近一直在闹的 就是这件事吗 多么悲哀 掌握真相的人是 最没有话语权的人 而愚昧的掌权人 只能一步步迈进深渊 就在这个时候 启元的身材好像气球一样 再次变化 有什么东西在半袖下面蠕动着 紧接着半袖遮盖不住 直接撕裂开来 眼睛密密麻麻的眼睛 挤满了启元的臂膀 因为太过拥挤 眼睛变了形状 但都在按照不同的频率眨着 与此同时 我明白了启元身上红韵的由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双明亮的眼睛从缝隙里挤出 没有看错的话 这眼睛和刚死去的秦石的眼睛 一模一样 想象中的黏逆感没有出现 但是刚才和启元对视的恐惧 重新席卷而来 我在难以控制的窒息感中 心中不解 明明一直背对着启元 我暂且将这感觉称作微压 微压像是辐射一样 根本不用通过眼睛 就直接透过皮肤 影响着身体里每一份感知 旁边的萧妈妈 同样露出难受的表情 但是她怀中的萧哥 已经没有了活力 乌溜溜的眼睛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视线往下 萧妈妈似乎和萧哥融为一体 人形奇美拉 就在眼前 不远处的蔡天在一遍突发时 就要从门口跑跑 却被财勇一样的秦石绊住 几个来回 彻底被秦石粘住 只能发出绝望的嘶吼 融合 这是我意识里最后的念头 临冰斗者皆列阵前行 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 终于出现在意识里面 可是还没来得及庆幸 就感觉身上的威压加重 是的 传统的术法面对这个义务 没有一点办法 要是有办法 我早就弄死他了 现在看来 就算诡异到了 这一切也无法改变吗 残留的意识 在一片混沌中 归为一片黑暗 气 我没想到 自己还会再次醒来 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 真好 坐在一旁的诡异面色苍白 无力的笑笑 嗯 有点用 但不多 这个时候就不要骂我了吧 诡异无力吐槽 我转过脸去 忘了这老东西会独心了 看着周围的环境 我们多半还是在树林里面 那怪物估计还在 连诡异都没有办法 收拾掉的东西 足以证明他的棘手 诡异是个万年的老鬼了 老到自己是 怎么死的都忘了 正因为诡异死的足够久 所以也足够强大 之前和诡异 共同经历了几次冒险 每当诡异出现 局面就稳了 现在诡异脸色惨白 显然是受了很重的伤 如果这样 都没有办法将他消灭 那我岂不是真的在劫难逃 放心吧 死不了 你是万年王八命 诡异无情吐槽 我挥着拳头要上前 却不想连抬拳头的力气都没有 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呢 你 不会想见到他们的 这是什么意思 诡异没有说话 闭上眼开始休息 颤动的眼瞼告诉我 哪怕是诡异 回忆起那个画面也心有余悸 什么东西 让这个活了千万年的老鬼 都难以接受 我压住了心里的好奇 我这个人啊 听人劝 太阳渐渐吸尘 我的肢体恢复了行动能力 诡异看我醒了 带着我在丛林里行走 然后不断在花草树木上敲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点我能听的 这是一种不被定义的生物 每当它出现 就意味着灾难的降临 地球存在数十亿年 生灵出现不过数百万年 但是地球作为宇宙中小小的一员 自然会遇到各种外星来客 外星来客有的温和 有的却暴力 它们没有人类的特征 行为无序 难以名状 有人会从这些来客身上获利 但是更多的是被这些来客毁灭 召唤之术你听过吗 在人们的基本认知里 召唤术的最高等级 是召唤上古神灵 有的确定性 当初各个异能种族 明令禁止了后者的召唤 我听不懂 并且大为震惊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彻底黑了下来 准备好了吗 你要看到那个东西的真面目了 诡异的话音刚落 丛林里亮起了星星点点 仔细看去 却不只是如此 那些星星点点 居然都是一个个正在闪烁的眼珠 你不是好奇 综艺节目为什么没有摄像头吗 这就是 我整个脑子一片空白 彻底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在无措后退的时候 脚底下响起啪的一声 好像踩炸一个 没事 伤害不大 诡异冷淡的说道 继续往前 我却因为刚才异样的感觉 吓得不敢前进 诡异翻了个白眼 真是没用 然后我就被诡异背在了背上 之前我们录节目 并并没有这些啊 嗯 那个人控制不住这些力量了 力量外放 所有东西都一变了 那个人 就是起源吗 吧 人为了利益 无所不用其极 哪怕知道 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也要为了那可观的利益 放手一搏 异能种族 是诡异自创的词语 包括先人 鬼怪 以及外国的天使 撒旦和各种拥有神奇力量的人 异能种族 一直在监视外星来客的入侵 同样有一些人 在知道外星来客的神奇力量之后 也期待着外星来客的入侵 就在两个月之前 天上有陨石坠落 多方派出人员调查 结果还没有查出 陨石便失踪了 为了找到陨石的下落 各方想尽办法 诡异的办法就是 我在网上直播 观众多了 信息获取也就多了 没准可以在观众的口中 知道一些非比寻常的事情 我趴在诡异的背上 看着周围眨洞的眼睛 想着这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启元怎么找到的外星来客 我们不清楚 但是从启元的表现来看 他多半是想借用着神秘的力量 大红大紫 坐上娱乐圈顶流的位置 要不然 他也不会一直在直播的过程中 拼命树立一个 积极正能量的形象 可是他低估了外星来客的能量 最后被撑爆 若说运恒和小李祖兰的 起源成名的道路 那秦石为什么会死呢 我觉得运恒死的时候 秦石看到的东西 不止他描述的那么简单 但是言语匮乏 表述不出来 也是因为忽然打破了认知 人的理智在一瞬间崩溃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 应激了 三直狂调 诡异倾笑一声 也就是你能在这个时候 想到网络热梗了 我不好意思嘿嘿一笑 用一个抽象的概念 解释另一个抽象的概念 本来就是一个很绕的事情 反正按照我浅薄的人生阅历 我把这件事总结为 当一个人坚信一件事情的时候 忽然出现另一种 可能打破了之前的信念 人很容易就会崩溃 就像告诉一个读者 你所看的小说都是真的 鬼怪是真的 克苏鲁是真的 不仅是真的 还对你的性命 产生着强烈的威胁 那读者肯定接受不了 当初我用外卖软件 把你召唤出来 然后瞬间接受了 是不是也证明 我的承受能力较高 所以才能在刚才 外星来客的一遍中 被逃生 这是一方面 更何况 我不会让你有事 听诡异说了这句话 我的心田 忽然有什么东西逼入 清脆的一生之后 泛起层层涟漪 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亦是我可以为了 鬼一赴汤倒火的原因 我这个人 从小就倒霉 父母双亡 寄宿的亲戚嫌弃 男友出轨 上司侵犯 所有我心事都被我遇到了 但是自从遇到鬼一 人生终于有了起色 从那以后 我就成了鬼一在人间的助手 每当出现什么 超乎常理的情况之后 我打头阵 然后稍有危险的时候 鬼一就会出现 终于发现我的魅力了吗 鬼一臭屁的说道 我心中刚刚升起的淫泥 顿时消散开来 老东西 怪自恋的 就 鬼一停下的时候 四周黑到可怕 闪烁的眼睛们极其刺眼 却照不亮任何周围的景物 我能感觉到 不远处有一个生物 它有着沉重的呼吸 随着每一次呼气 我都能感觉到 有滚滚臭气扑到脸上 它还在沉睡 鬼一说道 一般的怪兽 睡着的时候 最容易被攻击 我示意鬼一将我放下来 方便它施展拳脚 没用的 外星来客不按常理出牌 睡觉的时候 反而是防御力最高的时候 那怎么办 睡着的时候 防御力最高 醒了之后 攻击力又上来了 那我们来这么早干什么 投胎路上排个早队吗 你觉得被他杀死 还有机会投胎吗 我愣住了 大脑一片空白 你也没必要太过害怕 不说更早的时候 就从我活着 这大几千年的经验来看 这外星来客 并不是什么高等级的物种 靠着人类才能汲取能量 实属一般 那你能打得过吗 鬼一半天没有回话 该死 我刚才打击到他的自尊心了吧 我已经通知了地府 地府通知了天庭 三界的异能人士都会赶来 我听鬼一说这流程 就觉得不靠谱 还没等我吐槽 鬼一忽然扯出了一根很长的不条 三下五除二的 将我捆在了他的身上 他要醒了 鬼一的话音刚落 立马有光 从外星来客的身上射出 接着越来越多的光亮起 刺眼 不 这几乎能射穿脑子的光亮 让我感觉整个人都快消散了 鬼一背着我不断结印 狭小的光圈 在浓重的光芒之下 不值一提 我侧头看着鬼一认真的侧脸 忽然想交代一点后事 相信我 鬼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有两滴眼泪同时滑落 是的 共进共退 大不了死在一起 我咬紧牙关 两只手交叠挡在眼前 这才能看清他的模样 很怪 难以形容 颜色奇怪 质地奇怪 像是液体一样缓缓流动 也像是金属一样 坚不可摧 成千上万的眼睛遍布其上 拥挤成各种奇形怪状 360度的眼睛照亮了这一方天地 周围的草木早已变成了草灰 俨然是被它吸干了的模样 鬼一的施法或许有用 因为不断放出的光芒 在这个时候暂缓了一下 但我能感觉到鬼一渐渐吃力 而怪物只是中场休息 我无奈地看天 总是这样 奥特曼在红灯亮起 才能打败怪兽 FBI要在主角快反杀成功的时候出现 我们的救援 也逃不过马后炮的命运 开 一个灰红的声音从头顶传出 接着一股极其清新的空气兜头而下 一直包裹着这一方天地的结界 好像破了 有人 有很多人聋着满身的金光 前来救援 我眼前一亮 接着感觉脸旁有什么东西呼啸而过 砸在那怪物的身上 鬼一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 早说了 异能者早有准备 怎么会让我们两个在这里孤军奋战 我提前来 只是为了确保你的安全 我抱紧鬼一的脖子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高度紧张之后放松下来 我只觉得大脑昏沉 一时最后的阶段 是鬼一叫着我的名字 满脸急切的样子 我没有事 就是这几天接受的信息量太大 CPU有点发烫 时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是在自己的家中 看着熟悉的吊灯 我一时间有点恍惚 刚才的一切是一场梦 还是真的 鬼一给我端来了一碗汤 香气扑鼻 我迫不及待地坐起身来 鬼一很贴心地给我吹着汤 在我将汤喝下的时候 鬼一很关切地看着我 有这样的男朋友 是我的福气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紧接着更多的记忆涌入 鬼一是我的男朋友 当初我被渣男伤害 点开外卖软件要复仇 鬼一就是接任务的小哥 鬼一的外貌优秀 经济实力也很不错 我带着鬼一 狠狠地打了前男友的脸 就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 我和鬼一在一起了 开始了甜蜜又幸福的生活 可总觉得哪里不对 咦 我补算用的东西呢 什么补算 你不会以为自己是半仙吧 我歪头看着他 难道不是吗 我想打开直播间的粉丝人数 证明一下 可是却发现 记忆中的号码是空号 怎么还开始一想了呢 我这就给你预约医院 真是服了你 弯腰剪个充电线 都能磕到头 昏迷好几天就算了 还胡言乱语 这五天来噩梦一样的经历 真的只是一场梦吗 鬼一带着我出了门 明媚的阳光 让我睁不开眼 用手遮挡眼睛的一瞬 曾经有着聚光 透着双手穿过眼睛的感觉 再次来袭 真的是梦吗 怎么会这么真切 就当我要好好 回忆这一切的时候 鬼一拉了我一把 汽车从我的身侧呼啸而过 我闻着鬼一 近在咫尺的清冷味道 笑着说 鬼一 你怎么这么冷啊 男人不应该活力旺盛吗 这么冷 是不是阳气不足 我的视线下意是地下意 鬼一是我的男朋友 怎么我对他那方面的能力 一无所知 他不会是不行吧 悠悠 我们赶紧结婚吧 结了婚我就能碰你了 鬼一的话十分突兀 好好的走在路上 怎么张嘴就要娶我呢 搞得他好像会读心术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十字路口的大型屏幕 开始播放广告 熟悉的台词 出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脸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有个小孩 拉着妈妈的手 妈妈 电视上的人 怎么换了一个叔叔啊 明明之前那个更帅啊 一直就是这个叔叔啊 你记错了 小孩被大人带走 我却看着广告牌 开始发呆 那人的简介说是 当红影帝 在我的梦里 也有个影帝 比荧幕上的人帅多了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终于到了医院 我被心理医师 领到诊室里面 头遭受外伤之后 昏迷过是吗 躺下吧 躺下吧 不应该是检查一下 脑电波 或者脑CT之类的吗 心中还在疑惑 可是意识已经昏昏沉沉 我好像被人催眠了 无所谓了 诡异在我身边 没有人会伤害到我的 可就在我意识混沌的时候 一段对话声在耳边响起 那么厚的封印 都没有盖住所有记忆 不愧是能在 接触外来客带来的灵魂冲击 一般人很难笑话 为了保护他 只能将这段记忆彻底清除 哟 我眼前这位 还是冷血无情的地府 恶鬼鬼衣吗 外来客处理后的东西 都处理得怎么样了 地球异能人士联合的效率 不容置疑 总觉得这世界 要不太平了呀 原来是这样吗 我压着想要上养的嘴脸 继续装作被催眠的样子 然后 闭上我的第三只眼